曾没见过如此奔放的女人 她脚踩五六厘米的高跟 被黑色包裹的纤细小腿 随着步子款款而动 一系黑色连衣裙 脚脱有质的身材 崭性得淋漓尽致 一头浓密烈焰的红色绣发 在西西里这个小站上 格外惹人注目 玛琳娜无谓地走在街上 任由行人的目光打亮 接着她坐了下来 逃出一支烟 不等她找打火机 周边的男人便都凑了上来 为她点烟 这部电影被无数人誉为 少年性启蒙电影 同时 因其对战争及人性的揭露 又是一部世界限制级经典影片 它就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那是13岁的雷纳多 第一次见到玛琳娜 只见她一头黑发 带着成熟女性的魅惑 在美丽的西西里街头 清冷而优雅地走着 雷纳多有了青春期的第一次悸动 为了多感的几眼 她追逐在每一条巷子和街头 坐在玛琳娜的家门口 期盼着她打开大门 叫自己去帮她买香烟 然而这只是雷纳多的幻想 夜晚 安耐不住心中悸动的雷纳多 爬到了玛琳娜床口旁的大树上 透过窗户 投窥着玛琳娜 由于战争爆发 玛琳娜的丈夫被派去了前线 只见她抱着丈夫的相片 合着唱片音乐 翩翩起舞 雷纳多在音响店找到了这张唱片 在夜里 放着音乐 进行了第一次自我成长 然而 因为玛琳娜的过分美丽 镇上的每一个男人 都对她垂涎 女人们则因为嫉妒 而散播着谣言 就在镇上的人传闻她 有多少个情妇时 玛琳娜丈夫阵王的消息传来了 女人太美会怎么样 13岁的雷纳多 第一次见到玛琳娜后 便成为了她的狂热追踪者 她往诽谤 玛琳娜的男人饮料里吐痰 砸碎言语轻薄的店主家玻璃 妄造谣声势的妇人包里尿尿 玛琳娜成为寡妇了 镇上的男人们开始蠢蠢欲动 言语不再收敛 在玛琳娜家的院墙外 目光贪婪 雷纳多也趁机偷了 玛琳娜的贴身衣物 被爸爸发行后 关在了家里好长一段时间 葬礼的十个月后 玛琳娜与中尉约会 被偷窥的雷纳多撞见 正当中尉离去时 却在门口碰到了牙医 牙医宣称 玛琳娜是她的未婚妻 与中尉撕打了起来 此时牙医的太太也赶了过来 并以玛琳娜勾引丈夫为由 将其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 玛琳娜否认了与牙医的未婚关系 问到与中尉的关系时 被告知中尉已经被调派 并且在司法审判时 强调了与玛琳娜只是纯友谊关系 接下来就是律师的辩护了 最终官司上了 牙医被判入了精神病院 律师向玛琳娜索要高昂律师费 但因为玛琳娜的抚恤金被停止 身上的钱所剩无几 被律师强行要求 用身体偿还 在窗外目睹这一切的雷娜多 因为精具和气氛 从树上跌了下来 却无能为力 但生活仍要继续 镇上对玛琳娜的恶意 越来越明显 没有人愿意卖菜给她 没有人愿意雇佣她 毕竟这么美丽的女人 难保不会让家里的男人丢了魂 在饥寒困断的时候 又一个恶号传来 因为敌击的炸弹投放 玛琳娜的父亲不幸身亡 沉痛的葬礼 却成为了男人们 实现欲望的切姬 为了不再继续挨饿 玛琳娜不得不选择 出卖自己的肉体 从没见过这么浪荡的女人 玛琳娜坐在镜子面前 一刀一刀将自己的长发剪掉 军官带着一包食物敲开了门 不等玛琳娜开口 她直接一扑而上 军官承诺 每周四刻意过来 而玛琳娜说 只要带了食物过来就好 在门外偷看的雷纳多 伤心欲绝 愤然离去 第二天 西西堤小镇和谐依旧 玛琳娜没有像往常一样 裹着黑衣 低着头 而是一头张扬的红发 满是坦荡地走来 在男人们纷纷为她递上火时 玛琳娜清冷的眼底 泛着点点星光 终于 玛琳娜如镇上的人们所想 成为了风尘女 在德国军官的地盘进出 雷纳多目睹这一切 受不住刺激 一下昏厥了过去 爸爸深知问题出在哪里 于是带了雷纳多 去了风尘场所 雷纳多最后挑了一个 像玛琳娜的女人 完成了她的成人仪式 战争结束了 意大利的反抗也胜利了 德国军队撤出了西西里 女人们叫喊着 要惩戒玛琳娜 他们把她拖到大街上 十几只脚如雨点般踹在她身上 不管认不认识 皆没接触过 镇上的女人们 疯了般一拥而上 围观的男人 却没有一个上前 而庆祝战争胜利的号角 还在响着 玛琳娜颤抖地站起来 破败的衣物和污渍 已经让她失去了 原有的美丽 泪水夹杂着血水 玛琳娜在一片冷漠中 嘶吼着 狼狈地跑出了人群 最后 她带着满脸伤痕 把自己包裹在黑布之中 坐上了远离小镇的火车 雷纳多目送着 玛琳娜的离开 将那张音乐唱片 丢进了海里 在玛琳娜离开不久后 曾经被传阵亡的丈夫 竟然回来了 因为战争 她失去了一条手臂 她四处打探 妻子的下落 镇上的人却一无所知 回到自己的家 发现这里 变成了难民营 正当男人心灰意冷时 雷纳多将事实的真相 以及玛琳娜的去向 写在了信上 丢给了男人 男人赶着火车 寻找妻子去了 一年以后 西西迪小镇热闹依旧 群迷们热情地打着招呼 而雷纳多也有了 自己的新女友 这时 男人挽着玛琳娜的手 从远处走来 玛琳娜去市场买菜 碰到了牙医的太太 她主动跟玛琳娜问好 得到玛琳娜的回应后 其他的女人 纷纷跟她问好 仿若 这是刚刚认识的 一个好朋友 那么热情和轻松 故事的最后 雷纳多望着玛琳娜 踢着一袋橙子离去 绿带臃肿的身子 也没有了当年风姿 在玛琳娜带中的橙子 不小心散落一地时 雷纳多借鉴橙子为由 终于对玛琳娜 说出了第一句话 传说中的西西底 一定是非常美丽的 但西西底的传说 是否美丽 我们不得而知 但愿世间 一切对美的态度 都能够纯真 热切而善良 对美丽的东西